民族情怀两眼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7 农历人年12月初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眼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演练 回应美台勾连挑衅 本网发表两块评 还在做以台制华的春秋大梦 美国法案挡不住中国统一进程 蔡英文时隔744天再开记者会 分析称是迫于美国压力 蒋万安正式就任台北市市长 承诺让大巨蛋在一年内完工 中国国民党地方议员阵前倒戈 台媒称给国民党敲响了警钟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北京时间12月24号 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通过惩罚 其中包含为台湾提供军事融资 加速对台授武等内容 对此我外交部 国防部 国台办纷纷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12月2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中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 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 东部战区表示 这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 坚决回应 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请看详细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对美方执意通过并签署 含有涉华消极内容的 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该案包含大量涉台消极条款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给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严重损害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应立即停止 搞以台制华 停止虚化 掏空 歪曲一个中国原则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美方出台包括多项 涉华负面条款的 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罔顾事实渲染中国威胁 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为增加军费 维持霸权寻找借口 企图将充斥异段与偏见的 国内法案凌驾于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上 这不仅损害中国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同时也将毒化中美两国 两军关系 一个时期以来 美方不断虚化掏空 歪曲一中原则 频繁对台军售 加强美台军事勾连 炮制损害中国主权的 涉台法案文件 这只会严重危害 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推高中美军事对抗风险 中国人民解放军 将一如既往严阵一带 坚决捍卫 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一段时间来 美方一些人在台湾问题上 变本加厉 采取错误言行 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有关美国政府五年内 向台提供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和2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 加速对台军售等内容 进一步表明 美国内有一股势力 挺台恶华 贼心不死 企图在军事上 武装支持台独分裂势力 为其递刀子 送枪炮 鼓动两岸对抗 在台海拱火 把台海推向战争边缘 将台湾民众 推向生灵涂炭的境地 民进党当局 出于台独政治目的 顽固以美抗路 以美谋独 不惜牺牲 岛内民众生命福祉 敢当外部反华势力棋子 一条道走到黑 我们正告美方一些人 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美方一些人 应立即纠正 在台湾问题上错误言行 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 正确道路上来 我们正告 民进党当局 台独没有出路 以美谋独是绝路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本网今天发表两块评 还在做以台制华的春秋大梦 美国法案挡不住中国统一进程 文章指出 拜登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言犹在耳 却在24号 将包含大量涉台消极条款的 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签署成法 老子云 人无信不利 国无信则衰 我们敦促美方一些人 好好读读历史 翻翻之前做出的 白纸黑字的郑重承诺 深刻认识到 以台制华只是哄响 丝毫阻遏不了 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大事 丝毫阻挡不了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 中国有句老话 寅师千军不丢寸土 我们绝不会容许 外部势力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和民族复兴进程 绝不会做事 美国打台湾牌 服务国内政治和政客的私欲 绝不会姑息 在本地区制造紧张 挑动对抗和策动分裂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无论美方签署多少法案 向台湾提供多少武器装备 都不可能改变两岸关系大事 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统一进程 来关注岛内新闻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27号下午三点半召开记者会 针对所谓强化防务兵力结构调整方案 向岛内各界报告并接受媒体提问 台媒称 这是蔡英文 自2020年12月后 时隔744天再次召开记者会 请看详细报道 台湾联合新闻网称 蔡英文隔744天终于肯开记者会 是美牛模式翻版 蔡英文这次宣布重大政策的流程 全部比照2020年8月 宣布隔年开放 含瘦肉精美国猪肉牛肉输入的模式 联合新闻网分析 蔡英文宣布的兵役延长一案 攸关防务领域 是其所属全责范围 因此安排走美牛模式 台湾官方通讯社指出 参与相关讨论的防务人士26号晚声称 这次兵力结构改革有三大特点 一是将兵力结构区分为 主战部队 守备部队 民防系统 后备系统四大区块 明确防卫任务 二是导入美军等最新模块化训练模式 三是大幅调升一无一薪资 兼顾服役期间经济生活 民进党前民代郭正亮26号分析称 因为蔡英文知道美国在看 兵役延长是美国要的议题 因此她做一个正式表态 表示安全会议通过了 是我做出了决策 郭正亮直言 因为蔡英文的剩余任期 2024选举都需要美国力挺 兵役延长议题一定要过关 台北市25号举行新就任市长交接典礼 新任市长蒋万安列出自己上任后 优先要做的三项重点工作 现任市长柯文哲的支持者 也到场支持 鼓励他参加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请看详细报道 蒋万安在交接典礼上指出 自己将会为台北推动四扇机会之窗 第一带领台北市役后重启 第二为台北市留住人才 第三带领台北积极更新 改头换面推行智慧建设 第四推广台北地方特色 打造绽放文化底蕴的魅力之都 谈到自己上任后的首要任务 蒋万安表示 解决大巨蛋问题 改善内湖交通 以及推动都市更新 是自己最先要做的事情 他提出具体承诺 将尽全力让大巨蛋在一年内完工 随着蒋万安正式就职 外界也关注他的市政团队 首先是副市长 除了25号与蒋万安一同上任的李四川 另一位副市长将由国民党民代林一华担任 林一华计划明年2月接任台北市副市长 届时他的民代任期剩余不到一年 根据岛内相关规定 这种情况下 他担任的台北市大安区民代一职不用补选 不过该决定也让民进党炮轰机关算尽 蒋万安受访时表示 林一华不管担任民代还是副市长 都在不同岗位为民众服务 而最近台南市涉碳案曝光 民进党贪赃王法的行径 他们攻击林一华是想转移焦点 柯文哲卸任台北市长后 大批支持者挤报市政府大楼 支持柯文哲参加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幕僚透露 少了市长这个政治舞台后 柯文哲也要想办法维持政治声量 除了继续运作竞选办公室 就是要重整民众党 积极跨出台北市 12月25号 全台民选地方公职人员宣誓就职 22县市议会也全面改选政府议长 然而在高雄台南花莲等地的议长选战中 却频传中国国民党议员振前倒戈事件 对此岛内舆论认为 国民党议员振前倒戈事件 给国民党团结敲响了警钟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相关部门统计显示 中国国民党在本次市议会改选中 囊括15席议长和14席议长 但高雄台南花莲基隆等地 都有中国国民党议员倒戈 据悉在花莲县议会33个议席中 中国国民党以20席稳定过半 但国民党籍议长张俊连任后 因对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治不满 随即宣布退出国民党 而在高雄议长选举中 民进党挖角国民党籍议员曾俊杰 曾退出国民党后 和民进党议员康玉成合作参选 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在高雄的布局 对此 有岛内评论文章指出 代表民意的议员敢刚党选就背弃政治 背弃选民 阵前倒戈敲响警钟 文章认为 全台910席地方议员 中国国民党从上届394席降至367席 民进党则由238席增长到277席 表明在基层的主流民意中 中国国民党仍缺乏让选民感动的信念 以至于倒戈的议员有恃无恐 不担心选民给予选票教训 香港中评社评论文章认为 若因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2024大选中 中国国民党在地方组织串联 和选举方面将处于不利地位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